乌漏偏逢连夜雨,俄罗斯家门口吐起战火,背后捣鬼的原来是他。 基于东谷塔完全被收复,去反动武装力量彻底瓦解。 目前,俄罗斯和叙利亚最大的敌人就剩美英法三国。据了解,俄罗斯空天部队、S-400防空系统、苏辅57战机等先进武力装备全都部署在叙利亚境内。 来预防美国对续的第二轮军事打击。 俄罗斯耗尽心血,利保巴沙尔政权,试图将中东唯一的后花园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乌漏天缝连夜雨,近日,俄罗斯家门口吐起战火。 据相关报道称,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民兵武装进行了多达30次的炮火攻击。 造成部分平民伤亡。 据悉,乌克兰方面已经撕坏了明斯克停火协议,大有要大干一场的架势,不过背后有美国这个大财主撑腰。 乌克兰的大批轻重型武器可以随意挥霍。 近期,美国向乌克兰输血力度加大,美军库的反坦克导弹、防空导弹还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优先攻击乌克兰。 美国向来喜欢打代理人战争,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全面开战,那么俄的潜艇,后院同时驻火,俄军就会陷入长期冲突当中。 叙利亚战争就在关键节点处,一步走错满盘皆输,此时此刻俄罗斯不能有半分分心,否则就会掉入美国早已设好的埋伏圈中。 基于东谷塔完全被收复,续反动武装力量彻底瓦解。 目前,俄罗斯和叙利亚最大的敌人就剩美英法三国。据了解。 俄罗斯空天部队,S-400防空系统,苏复57战机等先进武力装备全都部署在叙利亚境内。 来预防美国对续的第二轮军事打击。 俄罗斯耗尽心血,利保巴沙尔政权,试图将中东唯一的后花园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乌漏偏逢连夜雨,近日,俄罗斯家门口凸起战火。 据相关报道称,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民兵武装进行了多达30次的炮火攻击,造成部分平民伤亡。 据悉,乌克兰方面已经撕坏了明斯克平火协议,大有要大干一场的架势,不过背后有美国这个大财主撑腰。 乌克兰的大批轻重型武器可以随意挥霍。 近期,美国向乌克兰输血力度加大,美军库的反坦克导弹,防空导弹还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优先攻击乌克兰。 美国向来喜欢打代理人战争,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全面开战,那么俄的潜艇,后院同时炷火,俄军就会陷入长期冲突当中。 叙利亚战争就在关键节点处,一步走错满盘皆输,此时此刻俄罗斯不能有半分疼心,否则就会掉入美国早已设好的埋伏圈中。 本人未经许可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未经许可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未经许可,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托之后,また迷迅得更笨前 enfin迅返势。 感谢观看